嗨 歡迎收看宅之道 沒錯 好 我們今天呢 隆重介紹一下 隆重介紹 我們新的 爸爸 爹爹 有新的水兒了 好 這個是 Bonaqua 一樣 一樣的礦泉水 在這個手上 太好了 肥宅就是要多喝水 但是不要 又要喝一罐 不要 又要喝 太多了 等一下又一直憋尿 然後什麼話都講不出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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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好吧 OK OK 覺得指揮票價 覺得指揮票價 好啦 就是這樣 反正我們有新的水可以喝 有新的水可以喝了 主持都其實要喝很多水 沒錯 我每次一個禮拜 涉水量最高的 對 我也是 我也是 休息的時候就狂喝 狂喝 然後呢 下班開車回家還是什麼高 野菜市場就狂喝 嘴巴都會很乾 沒錯 好 第一個是我參加高齡排球部 我看到 我 可是因為高齡的那個照片裡面 也有很多低年齡的啊 沒有 其實你定睛一看 其實是沒有的 覺得還是有 其實那個高齡的人太多了 就是最低齡的也接近30 也是 對啊 也是也是也是 對 已經沒有辦法成為任何一部動漫的主角的年紀 可以啦 可以啦 轉身了 就是你們這個高齡排球部裡面 是第一集 然後第一集裡面那個 最老的那個主角 第一集的最後就是他出車或死掉 然後轉身 可以啦 賴比翔子他爆 轉身變成一個排球 我 我 我沒打過排球 真的啊 我這輩子沒打過排球 昨天是第一次打這樣 然後覺得蠻有趣的 然後那個球來 因為很多人都 裡面很多新手跟我一樣 那裡面也有一些經驗者嘛 然後就有教啦 就有打 他們全部人都覺得手很痛這樣子 對啊 新手都覺得手很痛 對 打排就受痛 可是你們都是 你們都是都用皮球耶 對啊 我覺得那球很高級耶 因為都是高齡的人 高齡的人 那個消費能力就高了 皮球好貴啦 那皮球是場地的 真的喔 哇賽 不愧是高齡的人 有消費能力可以出界這種場地 我還想說 這個球我感覺更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 印象中的 年輕的時候 我小的時候 印象中的那個排球 其實它就是白色沒有顆粒的球 對對對 皮球好像 我記得一顆好像也是 一千多塊吧 我沒記錯的話 就感覺那球不錯 所以我覺得就蠻好玩的 我覺得手 沒有到很痛啦 但今天一看還是小小的鬱心了 一定有 對啊 但他們好像更嚴重 一定有 你那個高齡排球部裡面的那個 有幾個人就是 好幾年前我們 我們那一群人很瘋打排球 對 然後他們都是一些劇場的人 以前啦 現在 你那一批沒幾個劇場人 但那個時候 有幾個劇場人這樣 然後大家就很窮 大家就要東湊西湊那個場地費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我也都打 我說我贊助啦 我贊助場地費 反正大家就一起打這樣 對啊 一贊助這樣子 我就說 因為他們都借一個運動中心嘛 我就給其中一個人這樣一筆錢 我說這個就 當我贊助場地費 反正我也都去打 打一起打 好啊打很嗨很嗨很嗨 下個禮拜 捲款逃亡 疫情爆發 再也沒打過了 再也沒打過了 不錯我覺得蠻好玩的 好玩啦 排球很好玩 而且排球人多打起來就 就算你沒什麼打你也爽 本來大家怕很累 但是我昨天這樣打 我覺得其實更不會累 對我來說啦 對我來說不會 其他好像有些人覺得很累 但我覺得是 可以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還很菜的時候 沒有到非常的 對對對 不會有那種真的很刁鑽的球 對 然後你要 靠我媽撲啊什麼幹嘛的 大家都如果是秋秋打的話 其實應該兩三個小時這樣打下去 沒什麼問題 輕輕鬆鬆的 對啊我覺得蠻好玩的 OK 蠻期待的 之後還可以打 嗯可以 然後我回家想說 那我來看拍球少年 那我要來看 唉唷 後來我想說 Netflix一直登不進去 他說我裝字數太多了這樣 我就生氣好吧 那我看Disney Plus 一開始就從第二季開始 看都看不懂 一開始就 一開始就 慢動作 好像不行喔 好像要從第一季開始看 怎麼意思 看不懂 好像要第一季開始看 好像看不懂 好啦我再研究一下 OK 我們上禮拜有講到那個 Tamashi Exhibition 2024 in Taipei 大展覽了 對 那我們上週五呢 那個 才知道有前往華山參觀 這個Tamashi的展覽 那現場有不少這種 還在兼修中的產品 那他們就在 會在台灣首次展出他們的新品 好不好 然後我們現在有一些照片 你看他就寫四作品 就代表這些都還是就是 還沒有開始發售 還會再做一些調整 哇 這是誰啊 好眼熟啊 自尊劍啊 自尊劍 現在很多小朋友應該不是自尊劍耶 對啊 好讚喔 這是那個 自尊大爆笑的那個 是嗎 不是吧 我推 是我推嗎 我推吧 我推 尤馬加奈 對 下面有寫 這個就是那個 大師之劍 林克的大師之劍 這個是 百獸 下面有寫 百獸 百獸王嗎 看不見 散光了 看不見 我真的 這個想要耶 黃金的那個 這個 它其實還沒出是不是 還沒出 它上面有寫啊 試作品啊 那太好了 我以為是只有這次在活動才可以買到 這個就是那個 上禮拜有講到 還不能曝光的 就是這個 這個 它叫什麼 鯨 鋼 泰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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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可憐大漢 這個是 曹子宮要塞喔 好 這個超人力霸王 很多 他們這次很多啊 有那個超人力霸王 他們還有一個我們的英雄獨家表演秀 對 然後呢 有這個布雷薩跟阿斯加龍合作戰鬥的動作場面 但是表演不可以拍照錄影 所以我們就沒得給大家看 沒得給大家看 但是就是 在這邊就是當然說 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要去現場 因為現場有一些 帶不出來的畫面 對 就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 之後的那個Tamashi相關的展覽都應該要去看一下 是的 好 再來這個 下一個新聞是這個英雄聯盟的我們的Faker 我們的香賀 成為這個首位入駐傳奇殿堂的選手 早該了啦 就是我覺得這個遊戲的這個競技領域還有職業選手也已經十多年了 哇 唉唷 好帥 不要說 壓力壓力 就是他們這個 他們這個 傳奇殿堂是英雄聯盟 現在就是他們在今年公佈的榮譽獎項 好帥喔 那 那 今年開始每年挑選對 英雄聯盟與職業電競有貢獻的人物頒發稱號 那首位進入傳奇殿堂的 當然就是來自韓國T1的Faker Faker 12年多 12年 不得了 不得了 18歲開始打現在30了 他帶領隊伍贏下10座LCK冠軍 平均幾乎要一年一座了 真的好猛 基本上算是一年一座 兩座季中邀請塞冠軍 剛好補12年 四座世界大賽的冠軍 連世界大賽都有四座 真的好猛 接下來官方會在6月發布一支傳奇殿堂的通行證 不是 傳奇殿堂的紀錄片 那個通行證也是有 大家先不要緊張 先講這個比較紀念性質的部分 傳奇殿堂Faker的紀錄片 然後在遊戲內舉辦紀念性的活動 有一個紀錄他職業生涯的傳奇殿堂通行證 那如果你達到指定等級的話 也會有三種附帶的全新效果 有擊殺次數顯示 然後什麼防禦塔終結動畫 反正就是一個史上最華麗的造型 嚇趴的啦 嚇趴的啦 叫做崛起傳奇樂布朗 SKT萬劫等等 這些是這個特別的N 還有阿里 通行證在裡面 通行證裡面有 那單獨販售的是崛起的傳奇收藏 千古不滅傳奇收藏等等 還有簽名版千古不滅傳奇收藏 哇 真的有簽名欸 我們寫一個FU 又是HG 哇賽 這也太秋了吧 這好帥喔 就是這樣子 那他們都有不同的動畫特效 然後呢 這個最高級的簽名版 千古不滅傳奇收藏 要價台幣約一萬元 這個這個這個 蠻昂貴的 蠻昂貴的喔 其實我覺得這個SKIN 如果賣個三千塊 我覺得就 好像還妥 我覺得很多人就會想要買 因為獨一無二這樣子 對啊 欸那他非簽名版的大概要多少錢 沒有簽名也不知道 應該也要不六 差不多吧 大概六百 那個英雄聯盟 喔 所以其實還是很貴 還是很貴 但是他們也有說這是僅此一檔 就是 確定嗎 他們說的啦 官方聲明 不能騙喔 現在很多官方聲明都 說說俠 對啊 就這樣子 對 就是這樣 然後呢 官方聲明 Faker的傳奇電腦紀念造型 僅此一檔絕無再版 然後呢 活動將於台灣時間 六月十三日 凌晨兩點開跑 七 七月九日下午三點結束 大家還有一個半月時間考慮一下 但是應該還是會滿多人買的啦 因為我覺得現在大家玩這種營運型遊戲的那個 價值觀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英雄聯盟他畢竟還是一個免費遊玩遊戲 所以他就是還是營運型遊戲 就是老實說就這種MOBA類型 其實很多遊戲比如說傳說什麼的 他們很多Skin其實還是要用抽 然後呢 不是用一定買得到的 就他們平均可能比較主打的那種 特別的那種Skin 可能兩三千塊抽都好不好 對 那這個如果真的是你可以確定 可以購買到一個這個傳奇 然後以後真的也不會再有 真的不會再有的話 那當然一萬塊 如果你很支持Faker的話 那當然是可以收起 同時又是你的MAN腳的話 那當然就 對 如果剛好也MAN 謝謝 所以他們其實能打到的客群已經很 很Niche了 所以開高加一點 創造出不同的那個需求的程度 開到這個價錢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真的尊貴 尊貴啦 你打中路對面有個這個阿里出來 直接 先嚇到了 直接 先跳一個阿籠子給他 對 真的厲害 好再來一個難過的消息 所以明英柴犬這個Doki呢 跟著小費才去天堂玩的 就是這個 柴犬明英始祖Doki呢 是一隻本名為這個 Kabosu的日本狗狗 就是這個照片 也是為我們仔知道前期帶來了一小波流量 我們也是有秤到他 對對對 我們以前 很久以前那個Face Rig Face Rig 那時候還沒有 一開始很早期的套皮的那個 我們還用過他的臉 也是在場的大家都還不在的時候 對還不在的時候 只有這張桌子在的時候 還在樓下的時候 他就是非常有名的網路迷因嘛 然後之後還有被當成那個狗狗幣的代表 那個交象權是被用得淋漓盡致 那總之呢 上週五主人在他的X還有Instagram社群上 宣布18歲的Kabosu離世的消息 那上週日呢 他們有看到的照片就是告別式 有很多粉絲前往道 不過18歲也算是 非常長壽 瘦終正寢了 非常長壽 所以應該是過得很幸福了 很幸福了 接收到很多網路上的迷因能量 對 對 大家很愛他 有時候看到這種 迷因的這種小動物過世的時候 覺得說時間其實真的過得好快 對啊 就是你就覺得說 蛤 狗狗怎麼過世 但是他已經18歲了 最有感的真的就是一些那種 小朋友的迷因有沒有 像前陣子也有流行那個 握拳的嬰兒 對 他也長大 他鬍子都一堆了對不對 然後那個放火燒家裡的小女孩 對 也是大人 也長超大 對啊 看到這些都覺得 哇 真的是好久以前耶 對 都過很久了 都過很久了 好 這個 我剛剛有看到 我剛剛在手機上有看到一個新聞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 有點白癡 就是 我已經把新聞記起來了 反正是 日本網友有抱怨說 他馬上去看那個馬娘的 賽馬娘的電影 你後面有寫喔 真的啊 我有看到這個 我有看到這個新聞 我看到這個新聞 沒事沒事 好啦 那先講下一個說 不能再用 再和你用ICQ聊到日出了 1996年 這個腳本是麥克寫的 你啊 你知道這句話是誰喔 我是你唱的 這句話是誰 劉德華的歌啊 是嗎 我最愛和你ICQ 聊到日出 你應該沒聽過這首歌吧 你是聽我唱的 你不是自己聽的 你是聽我唱的 電話裡說 I love you 那個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想起來了 反正就是這個ICQ啦 就是那個 我然後還會幫你唱生日快樂生的ICQ 我舉學證的時候也用過這樣 那官方宣布 今年6月26將關閉所有服務 結束長達28年的服務 然後目前網頁與 程式下載連結都已經移除 然後ICQ因為在這個2010年 就不支援中文嘛 加上這個MSN 及時通Skype等等 就迅速被台灣市場淡忘 因此大多網友對ICQ的記憶 只停留在華仔的歌詞中 對 那個時候我記得還是一個 類似工商歌其實 我記得是 ICQ要想要 就跟那個馬桶一樣 有可能 那時候劉德華才是我們的這個 工商巨華 對啊 就是這個 原主旗號號 真的 真的 對耶 馬桶也是工商歌 對啊 馬桶也是工商歌 對啊 全部都是工商歌耶 沒錯 HQ那首歌好紅的耶 沒錯 HQ我以前 在那個國外的時候 有些人有用 因為那時候香港同學很多 香港很多人在用 那我也有申請 但也沒有人跟我聊天 所以 因為會聊天的人都在學校 那乾脆就在學校講話就好了 因為都是同學 不過ICQ那個 當年那個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還是 還是 蠻 蠻震驚的 就是哇 科技好進步啊 而且那時候 那可以視訊 其實我一直覺得它的那個 介面就很精簡 所以我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就還不錯 沒有什麼嘻嘻的UI 沒有什麼 ICQ視訊都是 然後眼睛就會模糊 都是這種的 這種視訊品質 我覺得那個什麼 ICQ後來 台灣應該比較先用 應該就即時通吧 台灣應該即時通比較多用 我在國外的時候 除了ICQ 他們還有用那個AOL 就他們的那個 他們的 類似他們的中華電信 自己有一個類似那種 通訊的東西 他們的電信 對啊 但後面應該就是Skype 然後 跟台灣的朋友就會用即時通 因為國外比較少用 即時通你有用過了吧 但即時通的時候 你是不是還很小 差不多啊 差不多吧 即時通 我也國小啊 那可能他用默契啊 那你還有 那你還有 跟 這個嗎 還有這個嗎 不是啊 你即時通上線是 這個音效 然後他就會變這樣 臉會變這樣 離線 臉會變這樣 外面已經聽到Ring在笑了 你聽到年紀差不多的人 在外面笑了 好 再來這個 X將統一隱藏喜歡的內容的頁面 免費仔也可以放心按讚 按讚 那他在這個個人頁面裡面 有一個叫做喜愛的內容 也就是說你過去所有按讚的貼文都會在裡面 然後 這個功能 訂閱會員是可以制定是否顯示 但是有一些這個 人會有點介意 有些想按一些 想按一些 色色的 色色的 怕被大家看到 那這是說 我想我當免費仔 但是我又按色色 怕被別人看到 嗯 對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上週有媒體爆料說 X將統一把喜愛的內容隱藏 任何人都不會看到自己過去按讚的貼文 這項爆料也得到X工程師的證實 表示現在許多公眾用戶很擔心 按讚的內容會造成不必要的解讀或輿論 所以團隊決定將功能隱藏 以保護隱私 我覺得設定開關不就好 我就是想要大家看到 對 因為有一些人看是 想要 喜歡你的東西 然後想要看你會看什麼 然後這樣去聯絡完 對 像我看的東西都是 就我的層級喔 我的層級是 真的超讚超讚 就直接 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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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轉X 對轉發 然後呢或者是 對啊留言轉發 或直接轉發 但是我覺得還不錯的 如果有人有信可以逛到這個tab下面的話 就可以看到我按讚的東西 有一些應該也是 大家會喜歡的 對 我會這樣子想 對 但現在就沒得了 應該要設定可以開關 但是我有付錢 X我有付錢 所以你應該是可以設定 我應該可以打開吧 應該要可以 OK 好再來愛的迫降 執行長位決定戰兵2降職 就是之前那個 他們 他們前一陣子的風波是那個 要連那個PlayStation帳號 自由事件 對 後來他們就覺得 藏到苦頭了 然後還出了浪子回頭披風 結果最近又因為這個遊戲平衡 武器削弱問題 流失活躍玩家 然後這個執行長就覺得說 那我先卸下我的職位 我先以示負責 以示負責 然後他就重返創藝總監的位置 他到底是以示負責還是說 我要回來做創藝總監 我要看你們到底在衝他想 還是就只是單純一個就是 不不不不 我真的不行 我覺得我上去之後運氣真的不動 不不不 我也不知道 你要不要接才是到企劃 不不不不 還是你要寫主廚的腳本 不不不不 他說他卸下職位 他重返創藝總監 他想要親自處理遊戲平衡 內容跟社群工作 我覺得這個就是 他可能很受到 他這種要比喻就是 他很像那種 三賊頭子 可能很受到 大家的這個喜愛什麼 敬仰 被推去更遠的地方 對 要推去更遠的地方 但是他可能還是 他的能可以發揮還是要在 還是要在團隊之中 這種人其實也蠻多的 就是這樣 他也在他的X上面回覆網友說 他也覺得武器平衡確實太過了 他說希望能以創意總監的身分 與新任CEO的努力 讓公司成為下一個 從Software或是報學 背注2004以前的報學 他真的有寫這個嗎 哇 那他是真的還蠻得明星的 他真的 他算是真的懂 算是站在玩家這裡的 他算是真的懂 就是玩家那個 就是他 他是沒有住在象牙塔裡面 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算是真的玩家 算是玩家 這個叫做 什麼 深入明星嗎 沒到深入明星 管他的 反正就是 有跟那個 大家平民一起生活 懂得民間旗鼓 沒錯沒錯 有站在人民的這一邊 對對對 所以就是 其實這種遊戲 老實講 我覺得已經很成功了 就前面的時候 發送了很多人玩 然後有流行過一波 大家有買 然後也有嘗試過 我覺得其實已經算成功了 後續的很多東西 什麼更新 什麼玩家流失 什麼那些本來就 怎麼說 就是 難避免 難避免 因為你每次的更動 都一定會 老實說 你一定是什麼 活躍玩家流失 廢話不活躍 對啊 而且你更動 跟不更動 都一定會流失 對對對 那你也不能說 什麼多做多錯 所以就不要做 那也是慢性死亡 對啊 所以 我覺得 有回應大家 然後 至少他看起來 是個名利的人 對對對 我覺得就沒有關係 我覺得 大部分玩家應該都還是 就是 會願意繼續支持 下一個 還要不要支持呢 洪彩六號 也推會員訂閱制 個人是覺得不用 宣傳被玩家虛報 就是圍攻行動 就是Siege R6S 官方在上週末的R6 曼徹斯特賽事 公開這個 新的會員訂閱服務 還有同時取代年票系統 會員資格有每個月10美元 跟一年80美元的兩個方案 然後每月會送出 現實的傳奇物品 那有時候會以動畫重現 史詩級的特勤幹員同捆 高級戰鬥通行證 10級戰鬥等級 以及一份Bravo補充包 對 雖然比原本一張10美元的 高級通行證來說 多了許多內容 但依然引起官賽玩家的虛聲 大多玩家除了不滿本體要錢 還要搞定月制 更多的是抱怨這次宣布的更新 沒有新的幹員或地圖 只有要玩家付錢的廣告 對這樣就感覺 就不是那麼舒服了 對不是那麼舒服 你在公布一些你的新的business model 跟我們沒有屁關係 不是說沒有屁關係 就是沒有讓玩家覺得被照顧到的新聞 你等於只是變相的提高了玩家的消費 但是沒有推出新產品 對啊 沒有新口味 正常來講你推這個東西 玩家的角度來說 OK 那你這個就可以賺比較多錢 那你在推這個東西之前 這種心態有點像木木茲有沒有 你如果後面會想說 我們有屁屁啪啪 我們下一機會 一個幹員 兩個三個 四個幹員 然後秀出一些新的 你們的concept的畫面 就算是mark up也好 給人家心中有一點 畫個餅吧 沒錯 你畫個餅 然後就覺得有料喔 之後搞不好很不錯喔 那你這些東西 大家支持的意願 就會比較高一點 這樣子會不會支持都不知道了 更何況什麼都不放 就是你直接跳出來說 我們要加錢 對啊 比較可惜 比較可惜 不推出新的東西 希望啦 希望他們可能是想再畢業一下 然後之後可能 應該還是會啦 應該還是會啦 對啊 但我覺得他們現在也陷入一些 就是困境吧 他們的營運型遊戲都 可能有點尷尬 而且有點停滯了 有點停滯 他們現在在 我現在有的時候 我在玩的是那個 極惡戰線 XDEVIAN 對 XDEVIAN 我覺得還不錯玩的其實 因為玩起來其實是不錯的 那個就真的是純營運型的 那你們想玩什麼 通行證什麼鬼 什麼鬼條機制的 你們就都可以放 對啊 那R6也不能說 賣了好多年了 應該差不多可以轉營運型遊戲 那你就遊戲直接免費嘛 對啊 或者是你就要 你就就是跟剛剛講的樣子 很多機制要變啦 你過去有買的人 你現在轉免費 你過去有買的人 什麼幹嘛 有沒有什麼 東西啊 什麼之類的 可以去用一下 不過也比較 現在比較少去追蹤到 他們的相關新聞 我覺得 他們內部也一定很 努力在想要怎麼樣 在現在這個 遊戲這麼琳琅滿目的年代存活下來 對啊 說實在有點難 因為他們遊戲 確實也是有點年紀 至少這個版本有點年紀 你的客群也很鎖定 然後這個遊戲好死不死 又是一個入門門檻有點高的 所以你要有心血進來 其實也不容易 這種FPS真的 老實講你說它門檻高 我覺得以FPS來講 它不高 就它 例如說它要可以玩 就都可以玩 就大家都亂亂玩 門亂亂開 洞亂亂炸這樣子 就其實都可以玩 我覺得門檻不高 但是就是 我覺得現在這種 競技型遊戲 要做起來 那些 那種的比賽跟 造神這件事情 對對對 就真的都要一起弄好 社群更重要 對 你那個社群 你是一起弄好 沒錯 一起弄好才有那個熱度 大家有一些東西可以 可以看 可以去追 追尋 有些人會秀 這才是比較重要 好 下一個這個新聞 大宇出售雙劍 再接菜魔王離職惹議 董事親自出面回應 大宇資訊上上週宣布出售雙劍的IP 就是宣援劍跟仙劍 對 然後這週就傳出總經理還有這個 就是這個宣援劍之父 蔡魔王離職大宇 那總經理的離職原因引起網友們討論 有人說雙劍已死 所以大宇也快倒了 也有人說總經理打算跟著宣援劍一起跳槽 就比如說去到新的地方 然後各種猜測 大宇資訊的董事長親自出面於自己臉書 發表千字長文 表示自己從2014接任職位以來 從來沒看過雙劍 應該說從來就 他就已經 那個文章我看完了 簡而言之就是說 雙劍早就不輝煌了 就是 但是他們也有嘗試過這樣子 假如講都有嘗試過都有做過 但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我覺得最 怎麼講 這個董事長 我覺得他在經營現在大宇 最難過的 最難的事情就是 他還叫大宇 我覺得就只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一個 這種遊戲的這種 萬年的那種問題 就大家最喜歡的都是 其實我覺得 那些遊戲很神很神 可是 人事實地物已經不一樣了 對 你現在在做一個 一樣的東西 大家也會覺得 又不長進又有什麼幹嘛 你用新技術去做一些東西 那台灣的公司又沒有資本 去跟現在的遊戲界去做一個比拼 說實在做新的玩家也不一定買單 對 然後 然後 以前在雙劍的年代 的 國外的遊戲 可能 也有比雙劍更高層次的東西 但那個時候因為資訊的問題 大家 接觸不到 比較難接觸到那些東西 反而雙劍在台灣可能就是 同學啊 口耳相傳什麼 大家都玩 而且剛好也是那個年代 就是那個年代的一個回憶 很經典 很流行 對 就是流行 所以 本來就很難 你今天要再用這個東西 有些人會說 馬德消費 對不對 有些人說 做不好乾脆不要做 有些人說 做不好 你不如外包 怎麼幹嘛 這個董事長逗出來 就一個一個列 就是說 全部都做過了 其實他們全部都已經試過了 然後就 所以我覺得就真的是 滿難的啦 但是我覺得 現在這個 這個董事長會出來 打這個簽字文 其實真的是 也是 就覺得煩了啦 因為 只要有大雨出現 大家就是在講雙劍這種事情 對啊 我是 本來就覺得 本來就很難 那種感覺就好像是 大家什麼心中 很懷念的 線上遊戲 以前什麼第一款遊戲什麼什麼遊戲 多好玩 現在這把遊戲 這個遊戲開回來 叫你每天晚上玩三個小時 你也不可能 真的玩不下去 沒錯 對啊 所以很多大家覺得經典 火焰那什麼幹嘛 就留在腦裡 真的是比較好 沒錯 對啊 你現在要叫他們 做一個 又可以叫好 又可以叫錯 同時又有那樣的情懷 它本身其實有點相似 你知道嗎 現在有多少遊戲 在想要把他們過去 舊IP改成新的模式 然後爆炸 爆炸 太空戰士吃雞 對嘛 你懂嗎 大家懂嗎 這種東西大家也會罵 其實這就是一個很難的事情 對啊 你經典的東西拿來做了 魔改 就是滿難的 玩家也是不會喜歡的 他們也要賺錢 他們又不是真的 世界級的大的遊戲公司 所以 總之就這樣子 他們就是 過了十年 他們一直都 在別的領域 在努力的賺錢 然後再回來 拿錢給遊戲開發 老實說就是這樣子 就這樣 他們就砸了很多 錢 那樣的作品 但是民生更往下 因為老實講 就 很多人他 其實 可能也沒在玩遊戲 可是 就喜歡以前的那個先劍的感覺 已經不符合市場了 對 然後就 喜歡念幾句這樣子 那 說實在 真正的主力消費群 也不一定是雙劍的粉絲 然後也 你想要嘗試做一些 現代遊戲的模式 或畫面什麼的 你又 有點難跟世界級的去幹 你不要說世界級的 其實你跟 中國的都其實很難幹 對啊 所以 所以就 真的 就真的蠻難的 其實這個問題 我覺得也不只是台灣公司 老實說 平常日本公司 有一些那種 做那些經典的 有一些 有一些日本玩家 也是覺得說 永遠都是這樣 然後你們都在削老粉錢 都沒變 怎麼幹嘛呢 都在賣懷舊 對 都這樣 其實大家想法很多都很類似 所以真的也蠻難的 就這樣 那 他們就是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他們就是 反而比如說 相對小預算的 女鬼橋就賣 還賣得比較好 所以他們就 想改變政策 就不再使握著IP 然後拿預算來研發 更多的原創作品 其實策略是沒錯的 也比較符合遊戲市場 因為雙劍的名聲 實在太沉重 沒錯 實在太沉重 沒錯 然後賺來的錢去 可以再 他們還是會繼續 嘗試雙劍的續作 但是就 他們也會想要多做一些 原創IP 就是這樣子 他不想要再消磨 員工們對遊戲的熱忱與創作 所以他們辛苦做做做做 永遠都在被一些人說 對啊 還是經典好啊 消費怎麼幹嘛 我覺得員工絕對 士氣會下降 所以我覺得賣掉 這個算是破釜成舟 以後這兩個IP 就真的不關我們的事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那接任這個總經理位置 是旗下子公司的 新宇護瑜的總經理 他尚未敢言中表示 想將大宇的遊戲 帶到全球發行 現在是多主打手機遊戲的市場 目標要將遊戲發行量 提升至目前的3到5倍 這策略也沒什麼問題 總經理講的 兩篇文章都有看 總經理講的其實比董事長更直 講明的就是 他們就是遊戲公司 然後他們本來就是要做一些對 公司有好處的決策 以及符合市場 對 符合尊重市場 主要就是符合跟尊重市場 對啊 本來就是這樣 好 下一個 很尊重市場 但是還是有點賠錢 可憐 史科威爾 Square Enix 手遊在島兩座存活率 剩下10% 完蛋 這個 Square Enix宣布兩款手機遊戲 將在今年7月結束服務 一個是去年6月上市的大逃殺遊戲 勇者鬥惡龍Champions 我真的沒聽到這個 我也沒聽過這個 另外一個是 2021年12月上市的三宵遊戲 勇者鬥惡龍XX樂 這個我有玩一下 大概15分鐘 他其實就很像ZoomZoom 他其實就是很像ZoomZoom 只是IP換成用鬥 有一點像 一定有很多東西不一樣 但是炸完的感覺 會像ZoomZoom 那這個日本玩家統計 Square Enix 自2010年至今 大概14年 總共推出130款手遊 不得了耶 不愧是天尊 但有83款都在上市的 兩年內結束營運 而到今年8月後 若沒有新的遊戲推出 那在持續營運的只剩13款存貨率10% 不過這其實也 同時顯示了現在的這個遊戲市場 有一點泡沫 對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這本來就這樣 玩遊戲的人變太多 然後玩遊戲太容易玩到遊戲了 然後營運前遊戲也太專嚴的 也太在專嚴要怎麼樣 讓玩家留存 沒錯沒錯 所以他們也很難 就很多人是玩一款遊戲 就真的好玩 就真的喜歡 就玩兩三年以上 其實現在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手機遊戲的市場 也不只是手機遊戲 整個遊戲的市場 有點像以前當年的那個 手搖杯的狀態 對 第一個什麼休閒小戰本土味那種 就是大家開始發現 好喝 然後你推新飲料 大家會去買 買完之後過個兩年 可能就沒了 消費者的習慣跟營運的習慣 跟市場都已經變成 是這種文化了 其實我覺得也不是 Screening 手遊都不好玩 是手遊的存活率 其實大概就是這樣 差不多就是這樣 更多更小的廠商 研發個四五年 上來 不要說他們這邊說一年 不要說一年 他們三個月就發現 不妙了 線上通向人數 可能不到兩千個人 那要怎麼支援一個公司這樣 所以就真的也沒有辦法 真的滿難的 而且我覺得有些 真的做出來 然後真的很強 然後行銷也打很兇 大家就會真的玩很玩 然後那些人 那些遊戲 又有資源去繼續做很多活動 或者幹嘛 讓玩家留存 又鎖得更死這樣子 而且玩家一旦投入了金錢 投入時間進去之後 就比較不會走 就比較不太想 對啊 我那種資源花錢怎麼辦 那樣子 除非真的出了什麼 超級大包 棄走玩家 不然真的很難搶 對啊 人類就這麼擠 而且其實這個 這個對遊戲公司來講 也很難 你看 這太難了 對啊 如果 比如說我這個遊戲已經營運了兩年了 有一些大課長在玩這個遊戲 那我到底要改還不改 對 我到底要進化還是維持 我跟你講 這我就專業了 找一些精英團隊留下來 專門處理幾個大課長的需求 然後請大課長吃飯 聽聽大課長對於遊戲未來的規劃怎麼樣 然後順著他們的意改下去 現在很多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就是真的 真的量體小 小到就是大課長在支援的時候 就是留少量 把他們的意見當決定 當作納入設計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 沒錯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有任何的課長想要投資我們果羅院的話 他 他怎樣 去那邊一天吃一百碗麵 我們不知道 我們可以談談看 我們可以談談看 我們離那個幸運點也很近 我們就是一個那個幸運點總統包廂開一下 這樣 我們也開個三支 大家就好好聊一下 好 下一個同仁逼死官方 粉絲將艾爾登法環動畫畫 超酷 我有看到 我還沒看 我看到了 我想說不行 我要先把它存著 在我哪一天大便的時候要看 玩家在五月初的時候 表示自己正在製作法環的2D動畫作品 然後同時還出了幾張超精緻的截圖 強力徵求有熱情才能 有才能的同伴幫忙 一週後就發文表示已經湊滿一個團隊 上週他更新了女武神 馬蓮尼亞的角色設計 我看到了這個 超級帥 我看到有人Facebook轉發這個 我想說不行不行 我這個我先不要點開來好了 我獨自打野獸 宣布六月時會公開首支預告片 片長也從原本的2分鐘 延長至3分鐘 完整版還是需要等到今年夏季 我真的超有愛 超猛 不知道他們能不能 就這樣子順水推之後 官方就 好啦 好啦 來啦 你們來啦 來啦 一起弄啦 趕快搞一個啦 搞一個大家舒服爽下啦 但是我覺得 粉絲熱情的東西搞出來沒得比 也是啦 對 你今天領錢做事 也是 所以就是如果 熱情搞出來絕對沒得比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這個 官方是 好啦 給你錢 給你 快點做啦 給你支援啦 這樣子的話 對對對 不要主導的話 我覺得官方要給的 比錢更好的東西是 把內部設定再多給他們 喔 釋出更多的東西 因為他們今天 會他們今天 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本來就沒有要錢 因為他們在做同的東西 靠一骨熱 他們都是熱情 但官方有給出Respect的話 應該是比錢更強 也是 對對對 也是 就是這樣子 好 比賽再度被魔法攻擊 這個 厲害囉 遊戲王比賽 曾經有玩家 因為對手濃厚體味 比賽過程中乾偶 今年又出現了 Debuff效果更重 日本一位MTG魔風的玩家 這個叫做Hira Pin 他在個人的X發文抱怨 自己比賽的過程 表示對手有非常濃烈的體味 每次呼吸都有流浪汗的味道 而且不僅嗅覺 視覺也很衝擊 因為對手的臉旁邊 有兩到三隻的蒼蠅在飛舞 他真的是Debuff來打比賽 他真的是這種的大不進者 他就是進了那個霧門前 先放了一堆戰回來 再進來的 又蒼蠅是怎樣 太誇張了 太扯了 然後就是 讓他完全喪屍鬥志 他直接棄賽 選擇棄賽 事後他跟舉辦的比賽 店家反應 店家就只能說 他會要求他改善 但沒有辦法 把他列為黑名單 他感到失望 希望下次去不要再遇到他 太扯了 這個有靈氣的 真的太強了 對啊 如果這真的是他戰術的一環的話 我一個respect 幹也不用把自己搞的 真的把自己搞的一環啊 真的把自己搞的一環啊 搞不好他平常超香 超乾淨啊 他是那個那個 他是那個 以前魔獸有那個英雄 按一下這樣 就在蟲飛出來 這好可怕喔 真的太可怕了 另外一個是這個 近期日本上映的劇場版動畫 賽馬娘 Pretty Derby 新時代之門 也傳出了一系列 挺臭抱怨味 你們這些人不要再 不要再 這麼還會臭宅這個名詞了 好不好 對嘛 都去看電影了 可不可以洗澡 我的天啊 他說有十多名網友 在抱怨 觀賞時身旁的觀眾體味很臭 甚至連周邊商品店鋪的空氣 也是一樣的味道 下面的網友留言分享 自己看五等份的新娘劇場版 也遇上類似的慘況 建議大家將心比心 出門前打理好自己 以防強制升級成4DX 這真的很無解 我看到那個 我看到觀眾天也是寫這個 他們看馬娘 然後很臭 還以為是4DX馬舊 哈哈哈哈哈哈 這很糟糕 這是這個無解 這樣看個電影什麼的 這樣子 哇真的不行耶 哈哈哈哈 馬舊都沒那麼臭好不好 體臭臭的真的很 真的很臭 對啊 不過有一些人也是他 他也不是髒 他不是髒 他天生荷爾蒙的關係 但是等一下 但是剛剛那個魔蜂那個 魔蜂那個不是了 有蒼蠅 應該不是天生的 那個絕對是站位的 我不相信你從媽媽的 生出來的時候 旗帶一撿就有蒼蠅飛出來 我不信 不可能 絕對不是自帶 那不是撿到旗帶 那撿到腸子了 撿到大腸了 太狠了 真的太狠 太狠太狠 好 再來這個活動跟大家推廣一下 我推的孩子光影展 海外巡迴台灣首展 就是日本捷音社旗下漫畫IP結合 AR跟VR的全景沈浸式漫畫光影展 Manga Dive 將於6月29號 在台北的華山文創園區Magic Box展出 我推的孩子主題展 本事將能看到B小婷的秘密演唱會現場 周邊還有這個活動現場 有這個限量商品 就這樣 那光影展分為7月廠 就是6月29到7月31 跟8月廠 8月1號到9月6號 大概都一個月多一點 展出內容不太一樣 那喜歡的這個朋友 就是兩邊都可以去看一看 應該是會滿多人的 我覺得我推也算是這一波拉了很多圈外人進來 你說我推嗎 看動畫 看漫畫 你說我因為我推的 我覺得是 我自己身邊滿多圈外人是因為 你以前沒有看 都沒 甚至會發現動 發那個IDOL這首歌 就說這是我人生聽過的第一首日文歌 甚至到這樣子 IDOL真的超出圈的 真的超出圈的 我覺得他那個紅白的那個應該真的是嚇到大家 應該有出啦 紅白那個真的太強了 我覺得這個動畫上映之後 也是引發了一波熱潮 因為他第一集 是很長的嘛 像電影 像電影一樣 所以可能有很多人 想說當電影看 口耳相傳 看了之後想說 哇靠 竟然是這麼traumatic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就因為這樣入坑了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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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等於算是 他因為他的 這個 動畫的形式 剛剛說第一集很長 幹嘛 造成了這個 原本就在看動畫的人 其實 已經會有一點 嚇到 就覺得說 很特別的表現方式 主題曲 剛好又 超級紅 洗爆 然後又剛好又成為 短影片的名音嘛 因為大家會去跳一樣的東西 會一直聽到那首歌 就不同時期都有流行的歌嘛 然後又上了紅白 然後跟一些傳媒的人 去 去 各種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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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屌了 太屌了 好 底這個 拍完差不多到這邊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一週的 中央名單跟超級看見 是是是 深入會員抽抽 楊秀明 恭喜你 YSM OK 這個是 海鯉魚的 寶可夢抽抽的 YT留言 我們大概看一下 大家都是留那個最 最喜歡的片段 一個是 超夢逆襲 寶可夢流淚 也跟著流淚 那個詞 那個應該蠻多人的 寶可夢動畫 小智奪冠 小智拿到冠軍 感動到流淚 我最喜歡超夢逆襲 最喜歡結晶塔的帝王電影版 裡面的媽媽炎帝 跟小美蠻窩心的 就這樣子 我最喜歡寶可夢動畫 小智抵擋獵穴 保護受傷皮卡丘 被感動 大家留的 都好像是真的很感動的地方 對啊 看到就有點想哭 然後最喜歡卡洛斯大會 小智的賈赫人蛙 跟翔太的 Mega蜥蜥王對戰 但後面XY的BGM響起 那是 那就是他冠軍的那一次嗎 還是亞軍 好像不是 好像是上一場 這個好像是他上一場 冠軍前的上一場 OK OK 好海鯉魚的寶可夢 抽抽Instagram的就是 以下這幾位 朋友 恭喜你們 對 就此幾位 OK 大家可以發熱一下我們的社群 對 提醒一下這個 剛剛這個海鯉魚拼圖中獎名單 這個YouTube中獎的觀眾 要來私訊這個 我們的Instagram或者是Facebook 因為那邊沒有的 對 反正就是要留意 反正私訊 反正就是私訊 那如果下週三前沒有來認領的話 我們正式宣布你不要那個東西 直接重抽 對 我們只會重抽 聊天室的那個他不要 他不要 就成真了 他說他不要 成真 OK 好 我們這一part到這邊 我們等一下休息五分鐘 我們等一下來賓就來了 而且還會有好玩遊戲跟大家解釋 沒錯 我們先進廣告休息五分鐘